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衣女子连忙白手说 我不是让你搬走 我因为在这里住过 所以知道这个房间完全可以住两个人 你看 除了客厅外 在左和右各有一个房间的 莫无忌还真没注意 他昨天住进来之后 进入左边的房间倒头就睡 然后一早就出去了 今天一回来 连房间都没进就直接开始了修炼 此刻经过黑衣女子提醒 莫无忌这才发现 的确有如这黑衣女子所说的那样 右侧还有一个门 虽然花了两万金币倒也是物有所值 这等于一室两厅的节奏 不是莫无忌不想帮这黑衣女子 她现在处于关键的时期 若是不修炼的话 这女人要住进来 她没有半分在意 现在万一这女人打搅她修炼 那就不好了 尽管现在还不能真正的修炼 那她也是正在走在修炼的途中不是吗 似乎看出了莫无忌眼中的质疑 这黑衣女子连忙再次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影响你修炼的 而且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我还可以和你探讨一下 很显然 她从莫无忌丢在一边的不朽凡人诀 看出了莫无忌正在做什么 心里在想什么 探讨只是照顾莫无忌面子的话 言外之意是 你不懂的我可以教你 你是仙师 莫无忌精益的问道 黑衣女子有些不大好意思的说 我算不上什么仙师 才唾脱麦四层而已 基础的东西我都懂一些 唾脉境界在凡人眼里都是仙师 黑衣女子知道她的境界不过是沧海一塑 甚至连起步都算不上 哪里好意思自称仙师呢 莫无忌顿时肃然起敬 寒宁才唾脉一层 当初寒宁就说过 到了唾脉四层之后会是一个质的改变 实力会上升许多 她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是唾脉四层 她赶紧让到了一边 满脸堆笑的说 这位姐姐请进 外面风大 黑衣女子无语的扫了一眼莫无忌 之前莫无忌的形象 因为这句外面风大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可是酒楼 有个什么风啊 不过她是真的没有地方去 不但是没有地方住 更重要的是她还有别的计划 所以必须留在常罗城 莫无忌等着黑衣女子进来之后 赶紧将门关上 然后不好意思的 把那本不朽凡人诀给捡了起来 她心里在想 也许在这个女人眼里 她莫无忌 不过是个修炼界里 可有可无的家伙罢了 这本炼器基础虽然便宜 却不是什么好的修炼功法 修炼起来是被公办 黑衣女子见莫无忌 捡起地上的功法 倒是不轻不重的说了句 是是是 我听别人说 这本功法经过了无数岁月的千锤百炼 是最优秀的基础功法了 我认为 想要在修炼意图上走得更远 就要让底子好上一些 既然选择了修炼 我最不怕的就是赤苦耐劳了 莫无忌自然是大言不惭 事实上 他根本是买不起别的功法 黑衣女子听到莫无忌的话 用力砸在了地上 他就知道莫无忌完全不平和 莫无忌面带笑容 不慌不忙拿出了茶叶 主动为这黑衣女子泡上了一杯茶 本人莫无忌也是刚刚到场落的 准备去越西门大会碰碰运气 还未请教这位姐姐怎么生活 我叫沈莲 你就叫我沈师姐好了 黑衣女子顿了一下 还是接着说道 我要在这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要不我给你房租 莫无忌 岂会要这个沈莲的房租呢 如果她身上有钱的话 她恨不得倒贴给沈莲呢 沈师姐 出门在外 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 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要谈房租 那就实在太素气了 莫无忌正色说 沈莲看起来并不太善于言辞 听了莫无忌的话 只能站起来再次感谢莫无忌 莫无忌赶紧说道 不瞒沈师姐 我因为刚刚接触修炼 所以对修炼根本就不懂 还要请教沈师姐才是啊 这句话才是莫无忌 从头到尾真正的目的 沈莲看样子比较好说话 况且他本来就打算指点 莫无忌一二 索性便说 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吧 莫无忌精神一振 之前他结教的朋友 没有一个懂得修炼的 唯一懂修炼的韩宁 却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让他根本没有机会询问 沈师姐 你现在是拓卖四层 请问一下这个拓卖 一共有多少层啊 还有 开起零落到底开多少 才算是有资质啊 莫无忌一口气问道 沈莲倒是没想太多 反而是详细的为他解答起来 要修炼必须要有灵根 墓师弟能修炼 说明是有灵根的 有了灵根后 下一步就是开灵 第一次开灵 开出多少灵落 代表着将来能走多远 一般来说 第一次就能开辟出五条灵落以上 那就很不错了 有些极品灵根的拥有者 第一次就能开辟出十多条灵落来 说到极品灵根 莫无忌没来由的想起了烟尔 那最天才的人 第一次可以开辟多少灵落啊 这个很难说 能开辟出十条灵落以上的人 都是宗门重点培育的天才 我见过一个天才 他开辟出来了十七条灵落 听说是数百年来 第一天才 无人能出其佑 沈莲说话间 眼里还带着线眼 那灵脉开辟出来以后 就是拓脉性了吗 沈莲却是摇了摇头 不是 灵落开辟出来以后 还需要修炼 拓脉 就是不断的拓展体内的灵落 在拓脉镜 能拓展的灵落越多 实力就会越强 将来的成就也就会越高 拓脉镜有九层 如果修炼到第九层 在晋级驻灵镜之前 能拓展出来九十九条灵落 那将来还有可能会成为无上的强者 那就是说 一个修炼者最多能拓展九十九条灵落 莫无忌不懂的实在是太多了 沈莲点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 能拓展出来九十九条灵落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的 一个帝国 百年能出一两个 就非常的了不起了 但九十九条灵落 的确不是极致 传闻 有顶级的资质大纪元修炼者 能在九十九条灵落之后 再次开辟出另一百条灵落 然后 尽急拓脉十层 不过 这种修炼者 仅仅在传闻中而已 从来没有过 拓脉十层 这不是更加浪费时间呢 有什么用处呢 莫无忌疑惑不解 沈莲却是向往的说 岂是浪费时间 你知道修炼的三重劲吗 莫无忌尴尬的摇了摇头 他真的是傻也不知道啊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问中文在订阅? 还没订阅? 请问中文在订阅? 感谢观看